我们开始上课 我们这一学期 接着上一学期的中国哲学史上 我们下面讲中国哲学史下 有声音吗 没声音了吗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是开始讲授魏晋玄学 我们这一学期的课的安排是 前面四次是魏晋玄学 应该是五次 前面五次是魏晋玄学 然后中间有一次的课程时间是佛教 佛教我只讲一堂课的时间 然后剩下的大概要讲九次的时间 是讲宋明理学 这是我们的课程的一个大概的安排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的内容是讲魏晋风度与魏晋玄学 魏晋风度与魏晋玄学 魏晋这个时代是中国思想史上非常独特的一代 那么他无论在中国思想史上还是在中国文化史上 都具有非常独特的气质 非常独特的气质 那么这一代的这个这样一个独特的思想气质和独特的行为风格 行为气质是怎么产生的 这是我们今天主要要来这个讲授的问题 那么首先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 魏晋风度或者说魏晋士大夫的行为风格 以及魏晋以玄学为称呼的 我们称之为玄学的这样一种独特的思想风格和文化风格 他究竟是在魏晋时代是一个全国性的风格 还是一个地域性的风格 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非常清楚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 魏晋风度及玄学在曹魏和西晋时期 也就是我们一般谈的魏晋的这个主流的时期 仅仅限于地域性的行为风格和地域性的思想风格 那么唐长如先生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要提到几个人物 一个人叫唐长如 唐长如先生在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专门运用事说新语里的所谓男人之学跟北人之学的这样的分法 在事说新语里讲说 男人之学清通简要 清通简要 北人之学 渊宗广播 那么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这个行为风格和思想风格 那么在这样一个表述之后 那么另外有一位这个东晋时期的著名的僧人叫知道林 那么知道林在这个基础上 他又进一步讲说 男人学问 有有中亏日 有中亏日就是从窗户里头看太阳 北人之学 有显处逝月 北人之学就好像在 一个光天跨日之下去看太阳 不是光天跨日之下 去看在这个广场上去看月 看月 那哪个看得清楚 有中亏日看得清楚 还是显处逝月看得清楚 有中亏日 有中亏日 实际上跟是对这个清通简要的一个总结 而显处逝月是对渊中广播的一个比喻 一个象征的比喻 那么清通简要之学显然是 显然这样的学问 他是更强调知识性还是更强调思想性 更强调思想性 他的学术 他的思想风格 更能掌握住根本的原则 根本的原则 而渊中广播呢 这是强调知识性 强调知识性 那么如果把清通简要和渊中广播 视为两种经学解释学的风格 如果视为两种经学的风格的话 那么这个问题就看出来了 也就是说男人之学所对应的经学风格 正是魏晋时期 魏晋世人或者魏晋思想家 解释经典的一个根本的风格 他与广播渊宗这种解释 这种经学风格的区别 是汉代经学 与魏晋新经学的区别 汉代经学与魏晋新经学的区别 那么汉代的这个 汉代的经学更强调什么呢 更强调名物度数 名物度数 更强调训孤 更强调这些东西 而魏晋的这个新的学风 魏晋的经学 则是强调把握住 这个一个经典的本质 把握住一个经典的本质 这是魏晋经学和两汉经学的一个本质的不同 这个本质的不同 最集中就体现在王毕的周易柱 与郑玄等人的周易柱的周易解释的不同 这个风格是非常清楚的 这一点我们到讲授王毕思想的时候 我们在讲 那这里的男人之学跟本人之学的区分 这唐朗如说 他就代表了新经学 魏晋的新经学风格 和这个两汉的经学风格的区别 但这里为什么说男人跟北人呢 这个男人到底难到什么时候呢 难到什么位置呢 是岭南 江南 河南 还是什么南 答案很清楚是河南 不是岭南 也不是江南 那个时候 这个唐朗如先生的这个分析很精彩 就是他说只有在河南 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新学的产生 无论是姬康 阮吉 无论是王毕 和雁 以及郭相 都属于河南范围内的这个 这个新学风的这个产生 新学风的这样一个 而当时的河北之学和江南之学 都属于旧学风 都沉浸在旧的经学风格里 这是唐朗如先生的一个 我觉得非常惊要的分析 那这个分析呢 也跟这个 汤永彤先生的一个重要分析 结合在一块 那么汤永彤先生认为 魏晋的学风 是成继汉末的荆州学风 荆州学风 那么荆州这个范围 当然我们大家知道 它主要是强调处地 但是这个处地啊 这个范围稍微偏一点 是跟河南是有直接关联的 跟河南的地域是相接的 地域是相接的 在广义的意义上 这个河南跟荆州的边界并清楚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看到 汤永彤和唐长如先生都认为 魏晋的新学风 主要是集中在河南附近 主要集中在河南附近 但到了东晋以后 东晋以后 那么新学风 开始成为普及性的 全国性的这个学风 那是东晋以后的事情 那是东晋以后的事情 那么我们 当我们说到魏晋这个时代的时候 我们一般说的严格的时间段 主要是指这个朝魏跟西晋 主要是指朝魏跟西晋 因为这个魏晋 魏晋思想的 无论是他的思想风格的建立 基本问题的建立 乃至基本方法的建立 乃至基本问题的解决 重要著作的写出 都在朝魏和西晋时期就已经完成了 而到了东晋六朝时期 就只是这样一个学风的延续而已 没有更新的思想和文化上的创造出现 因此我们说魏晋的时候 这个无论是地域 还是在这个 还是在这个 时间段上 都是有着严格界定 那都是严格界定 这是我们对魏晋风度的一个 首先的一个介绍 接下来我们来看 魏晋风度 这样魏晋时代的士大夫的行为风格 他跟此前的世代的 这个行为风格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会单独出现 魏晋风度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词 那么魏晋风度这样一个词 他背后有什么样的 更深的内容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讲授的 接下来讲授 首先第一点 魏晋士大夫 他的生存处境 是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 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士大夫 曾经像魏晋时代的世人那样 把所有现实的优势 全部都集于一身 从来没有过 这是魏晋士大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生存处境 首先他们是 他们这批人是社会财富的拥有者 这个国家最优势的财富资源 全部掌握在他们手里 全部掌握在他们手里 这个我们都知道 石宠 石宠跟王凯斗富 斗富这个事情 以及像这个 像这个大将军王敦 以及好像是 应该是王凯 我如果没记错 应该是王凯 在请人喝酒的时候 请人喝酒的时候 如果这个 嗜切上来劝酒 如果客人没有把酒喝尽的话 就要拉出去杀掉 拉出去杀掉 那个生活的这个奢靡 是空前的 是空前的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也就是说他们是财富的拥有者 有点相当于我们今天的 什么李嘉诚 什么 黄光玉 第二 他们是社会权力的 政治权力的拥有者 在两近时期 一直是这样一个观念 就是所谓 是王与马共天下的 这样一个观念 这是 历史记忆 有一位老先生 叫田一庆先生 他写过一本书 叫东晋门法政治 那么东晋门法政治的时候 他体现出了 这个时代的特点 所谓 这个统治天下的 共天下的人是谁呢 是世人 世人中两个主要的代表 排在前面的是谁家呢 狼牙王氏 就王羲之那一族 王岛 王羲之 王敦这一族 然后马是谁家 马是司马氏 我们注意 皇族排在后面 司马氏当时 虽然作为皇族 但他仅仅是门法士族中的 比较显赫的一种而已 比较显赫的一支而已 并没有压倒性的优势 事说心里有一段 非常精彩的一段 是讲陶侃的一个故事 陶侃大家都知道这个人 这个人很有名 陶侃 有一个人叫梅泽 梅泽对陶侃年轻的属有恩 所以这个梅泽 梅泽有一天被王导抓起来了 不知道犯了什么事 被王导抓起来了 然后这个陶侃说 陶侃说 今天子负于春秋 天子负于春秋的意思 大概说天子幼弱的意思 所谓负于春秋 讲他来日方长的意思 说天子来日方长的意思 说天子太幼弱 所以呢 这个征伐 这个政治 政令是谁谁手里呢 自诸侯出 那因此他说 梅泽对我有恩 说王公可以收 可以收之 就是王公 王导可以把他抓起来 说陶侃何以不可放置 于是去派兵 到豫章那个地方 把梅泽从监狱里夺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局势 天子根本 根本 不用考虑 天子根本不用考虑 只要一个虚伪的尊重就好 虚伪尊重就好 那么这是 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优势的方面是 他们都是文化贵族 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经验 这个时代的大艺术家 大思想家 大文学家 全都出自这一群人 他们甚至一人身 就身兼大艺术家 大思想家 大文学家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 其实中国古代的分析法 有一段时间是接续 所谓历史的五十段的分析法 怎么分呢 是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 是不是 然后所以我们是说 秦汉以后是中国的什么社会 很荒谬 说秦汉以后是中国的封建社会 这很荒谬 因为封建这个词 对应的欧洲中世纪是什么时候 对应的是欧洲中世纪这个时代 对不对 那么欧洲中世纪这个时代 是一个什么时代 是一个贵族和世袭的时代 而秦汉以后是一个简单的贵族世袭的时代 不对 秦汉是一个什么治国家 郡县治国家 郡县治国家 那么从封建制国家 我们就我们国家严格意义上 封建制出现在什么时候 在秦汉以前三代 上古三代是严格的封建制国家 就是世袭制度的 政治权力都是世袭的 那么到了郡县治的时候 实际上就已经转变为非世袭的一个制度 但是汉代的整个 我们说秦代很短 那么汉代的整个政治制度 由于它是郡县治国家的起点 刚刚开始出现郡县治国家的时候 所以它整个郡县治国家的政治考虑 都非常的幼稚 非常的幼稚 一会我们讲到官制的时候 我们还会讲到一点 是非常幼稚 那么这样一种极端幼稚的 这样一个郡县治国家 在经过汉代的负面以后 到了这个六曹时期 到了魏晋时期 又慢慢的回复到了一个 回复到了一个郡县 我们觉得可以视之为郡县跟封建的一个混合体 而严格真正意义上严格的郡县治国家的成立 则是唐宋 唐宋以后是中国真正郡县治国家的成立 因此 魏晋可以视为一个郡县跟封建的一个 一个杂合体 但是这个时候的封建 这个时候的封建制 所谓世袭制 已不仅仅是一个血统世袭制 或者主要不是血统世袭制 甚至主要也不是明觉的世袭制 就是一个爵位 我有侯爵 我就能把这个侯爵 简单的传到我的子孙手里 那是不能这样的 那么这个世袭强调的是什么呢 我发明了一个词叫文化世袭制度 它的世袭制度源于文化上的高 文化的那个传承的高度 也就是说一个世家大族 能成细为一个世家大族 在根本上的标志 不在于财富 也不在于权力 根本上取决于这一家的文化的传承 所以王谢 我们知道那时候的王谢 他们的传承绝不仅仅在于门地 他们的门地 甚至他们的门地 恰恰取决于 他们家历代初的那些 大的文人 大的艺术家 历代不断的出这样的 所以他始终是高门 所以这样的门地 一提起来就会 就会是一个 那个时代 非常令人敬仰的一个门地 一个门地 所以陈寅确在讲述 这个讲述贵族制度的时候 讲述贵族 讲述尤其是魏晋的贵族制度的时候 他说这个 他有一个感慨 他首先感慨说 贵族之所以称其为贵族 就在于他门峰之优美 他有一个优美的门峰 但是他有一个感慨 他因为他后来发现 这个狼牙王室的 家世传承的宗教 是什么宗教 大家知道吗 是道教 因此他有感慨 他说本来贵族之所以为贵 在于他的门峰之优美 结果他万万没有料到 他说狼牙王室的 家世传承的风度 这个门峰居然是 霍氏污名之轨道 这是陈寅确先生的原话 叫霍氏污名之轨道 我当年是研究道教的 但我对霍氏污名之轨道 这几个词是深至同情 确实是霍氏污名之轨道 以后回头我们一会还会讲到 这个王羲之的一些这个故事 这是第二个方面 也就是文化世袭 那这才第三个方面的优势 那现实至现实的优势 已经基本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了 他们还有一个大的优势 他们又是那个时代 媒体关注的明星 那时候的媒体是什么呢 媒体是留言 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 我这反复强调 中国古代的这个流言 是有现代媒体的功能 反过来 因此现代媒体 也就部分的要承担 古代流言的功能 所以媒体大家不要太认真 那么那个时候 我们看《诗初心语》整个书里面 那个时候 这批士大夫非常清楚流言 能给他带来的声明的意义 他们向着他们清晰的向着这个流言来做 有很多行为你明显能看出来 就像对着摄像机镜头在做一样 所以整个《诗初心语》这部书 我向来不太看重 我向来把《诗初心语》这部书称为什么呢 比你为今天的流行的八卦杂志 里面到处都是明星的八卦的趣闻 那个时候的明星 他这些人不仅长得最漂亮的 也都是这些人 最有风度的也都是这些人 长得不漂亮 人家有风度 然后最不讲究风度的也是这批人 在不讲究风度中 有一种自然的风度的人 也是这批人 整个的社会优势权都是这样的人 然后这批人的被时代的遵从 到了极端的程度 那个时候的追星族 比我们现在还厉害 有一个当时东晋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美男子叫魏介 这个人长得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漂亮 然后大家都很有名 然后又有才华 有很多人认为他是王毕之亚 他在思想的轻弹的能力上 能比你于王毕 有一天他从豫章到夏都这个地方 所以夏都的人民就听说了 所以就万人为之空向 于是这个路上 他经过的路上观者如赌士 这个都排满了人 他站在车上被人看 然后他身体弱一点 经不得这个惊吓 这个宠辱若惊 然后从此回家了之后一并不起 因此死掉 这个故事叫看杀未尽 看杀未尽 这当然是流言 也许是流言 但这个流言里面非常体现一种风格 体现一种风格 那个时候的追星族的心态 是可以看出来的 那么另外比方说他们引导时装新潮流 这个是他甚至能够发挥他们 发挥这个流行时尚的经济功能 比如这个王岛 这个整个东近近视难度以后 国库空虚 国库空虚 这个王岛 王岛是国家的宰相 要为国家的这个财政负责 那国库空虚怎么办呢 看看翻翻库底有什么 有一些烂布 这种布叫素布 具体是什么 大概只配做窗帘 或做床单之类的 这些东西 然后呢 没办法怎么办 就卖不出价来的 于是他跟几个兄弟 都是名士 都是明星 然后说商量商量 咱们一块 用这个做一些夏天穿的衣服 穿完之后 大家去绣一下 去走一走 在街上走走这个时装绣 两个人 几个人招摇过世一番之后 这个布的价格立刻永贵 永就是跳的意思 那个价格绝不是一个简单的 这个 这个 那叫什么级数啊 因为这是一个几何级数的上涨 于是国库就为之充实 为之充实 我们可以看到这批人的这个当时的影响 那么有些人对魏晋这个时代啊 尤其是一些中文系的人 对魏晋这个时代啊 迷恋的迷恋到了这个痴迷的程度 所以把很多好的词啊 都给这个魏晋这个时代 比如说这个说魏晋这个时代是人的自觉的时代 文的自觉的时代啊 这个文的自觉的时代 我是承认的 但是说魏晋时代是人的自觉的时代 我是不承认的 魏晋这个时代 充其量仅仅是拥有了全部 现实优势的那些人 那些门阀世主 他们自觉的时代 他们有了自觉的时代 而其他的人完全都是 你比方说生活在较低这个 较低身份的那些人 完全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之中 我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真正中国历史上真正尊重人的时代 真正把每一个人都看成平等的时代 那是宋的 至少在可能性上 他开始强调每一个人都是平等 这是非常不同的 那么这个时代的人 把所有的社会优势都给予一身 同时这个时代的人又是什么呢 这个时代的人又是极有能力的一个时代 时代的时代 他们极有能力 他们的能力体现在哪 比如在肥水之战的时候 像谢玄他们这些人平时都是什么 平时读书吗 极少读 或者读也就翻一翻 他们都觉得自己比书精彩 所以呢 就不需要翻书就可以了 你看你像鸡康这种人 根本就是书 书最多是为了解释自己 比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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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九渊要狂多了 要狂多了 所以 书也不大读的 然后他们学习正式吗 也不学习的 军事 练习军事 我看历史上也没有记载 他们特别刻苦的学习军事 大概最多也就是游戏 游戏 但就是这样的一群人 在肥水之战的时候 我们注意 肥水之战的 以弱胜强的比例 对 八比多少 八比三 八比三 对 这个你们都比我瘦了 而且一战就击溃了 因此这批人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 他们的能力从哪来呢 我们知道后世主要是什么 后世靠什么 后世一个人学习政治的时候是进士 是靠读书来学习政治 那么书本跟正式之间 跟这个具体的政治事务之间 是有距离的 但他们这批人是什么 因为家世始终是执掌一些权力的 做官的 所以他们耳濡目染 每天听到的东西 每天看到的东西 就是怎么样治理这个国家 所以他们几乎不需要学习 只要在这个环境里长大 他们就是一个自视之能臣 他们几乎都是自视 都可以成为自视之能臣 但是能不能成为乱世之奸雄 就不知道 全都可以 但是却没有 这个时代的人有一个根本的特点 就是完全放弃政治追求 几乎是完全放弃政治追求 一群有能力的人 有力量的人 完全放弃政治追求 所以整个曹魏以及西晋东晋的这个父王 跟士大夫缺乏承担意识 是有直接关系 是有直接关系 当时这个有一个西晋末年 西晋后期有一个玄学的领袖 这个人叫王岩 那时候的玄学领袖 这个人长得又漂亮又白 说他这个白到什么程度 说他这个拿着白玉竹尾 这个手皮肤的颜色跟这个白玉竹尾都没有分别 都没有分别 白到这种程度 这样一个人又善于轻谈 一谈起话来 如玄河泄水 助而不解 就是滔滔不绝的这样一个人 滔滔不绝这样 而且能够信口雌黄的一个人 就是他说什么道理都是对的 因为你驳不倒他 什么叫信口雌黄 就是我今天说东 我说A 好 你说你们必须得同意 没办法你驳不倒我 然后我现在是后 明天我开始说非A 你们还是驳不倒我 重要的在于你们驳不倒我 至于我说的道理是什么 不重要 所以就这么一个人 他最后到了西晋灭亡的时候 他被石勒抓到了 石勒抓到以后 石勒就本来马上就要杀他 然后就在旁边 就在下午的时候 就陪着跟他聊聊了 聊了几句就被他迷住了 就不忍杀他 然后你看着就日影在那斜斜斜斜斜 就是日头就快落下去了 然后旁边有人提醒他说 这个西晋的灭亡 就是因为这个人 你千万不要为他迷惑了 石勒突然醒了 把他埋了 用一堵墙推倒了把他埋了 所以王延在临宗之前 本来他还想迷惑石勒 再继续做一个不倒翁 结果没成功 所以他临死之前 他说我被虽不消 设使当年能陆立一筐天下 何至于此 与他相对 这个苏东坡在文章里老讲 这个与他相对的一个例子 就是王延的女儿 王延的女儿 嫁给了当时的一个王族 后来在这个被石勒的一个部将 给抓到了以后 石勒的部将就逼婚 结果王延的女儿就自杀了 然后苏东坡就说王延说 你看 你到地下的时候 你不仅没有面目见 西晋王朝的列祖列宗 你连你女儿的面目 你都没脸去见 那就这样一群人 那为什么会导致这样一个情况呢 这样情况有两种情况 是导致了西晋世人 一方面他有能力 另外一方面 他拒绝承担任何现实的政治责任 为什么呢 第一点 因为他们前面有一个太伟大的时代 就是汉末到三国初期 有一个真正英雄辈出的时代 所以他们在这个 在这样的一群光耀的英雄之下 有一种影响的焦虑 我们这个是一个文学 文学界的一个词 就是形容一个大诗人出现以后 后面的诗人都很惨 影响的焦虑 他必须活在前面一个伟大的阴影之下 这个阴影构成了他思想和写作中最根本的焦虑 我觉得魏晋世人 他生活在汉末三国时期那些伟大的英雄人物的阴影之下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在当时他们没有任何可以选择的有价值的政治选择 特别在曹魏年间 曹魏年间我们知道 那个时候的政治权力斗争主要是在哪两家 曹氏和什么 司马氏 那两家正当性 哪家有正当性 哪家都没有 严格意义上说哪家都没有 对不对 曹魏是从哪得到权呢 曹魏是从汉代 也是篡位得到权 相当于篡世 对不对 那么西晋也是一样 司马寺也是一样 也就是说 现有的政治势力都没有政治的合法性 你无论投身到任何一个政治势力中去 都没有 都没有任何价值 就是你无论是牺牲还是获得都没有任何价值 这也是鸡康阮吉这些人 这个我觉得比较郁闷的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阮吉喝酒啊 喝完了酒就坐着车就就狂奔 奔到这个路走不到头里面 坐在地上就哭 叫穷途之哭 然后呢 到了山上就要感慨说 实无英雄 使数字成名 没有办法 他内心内心中那些慷慨激烈的东西 都没有任何可以寄托的点 没有任何可以寄托的地方 任何东西 现实的任何一种政治势力 都不值得他们去献身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非常大的问题 那么正因为这两点 我们发现 魏晋士大夫对的政治承担意识是极为薄弱的 他们基本上是完全放弃 所以后世 像顾炎武等人说到魏晋士大夫的时候是叫轻弹误国 今天很多研究魏晋玄学的人替魏晋士大夫辩护 说几个知识分子轻弹一下就能误国了 但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可不简单是知识分子 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首先是谁啊 首先是官员 首先是官员 所以他们的轻弹是的确是为这个国家造成了极为 极为恶劣的影响 极为恶劣的影响 好 这是我们对魏晋风度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魏晋士大夫生存处境的一个简单介绍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魏晋的这个魏晋士大夫的 对魏晋风度及思想的一个深入的深入的这个讨论 那么在这个讨论中啊 我要讲两个线索 从两个线索讲起啊 第一个线索呢 是从这个呃 第一个线索 我们从魏晋的这个线索讲起 魏晋的线索 那么魏晋的线索 魏晋给我们留下一个什么样的线索呢 我们知道在网上有很多争论 争论魏晋是不是国学大师 挺无聊的 我觉得你要你要起魏晋于地下 你恭维他说你是国学大师 我估计魏晋恨不得抽你 这个是跟魏晋这个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件事 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是 魏晋想做国学大师 易如反掌 他可能不是国学大师 但他想做国学大师 易如反掌 你去看汉文学史纲要 你去看中国小说史略 那汉文学史纲要的 非常多的段落 是值得通篇背诵 比如讲这个 古诗世纪首那些段落 比如讲这个 储词的那些段落 讲庄子的段落 讲孟子的段落 都值得背诵 都值得背诵 还有中国小说史略 也可以大段的背诵 你看人家那古文写的 那古文写的 鲁迅的古文写的 二十世纪前半页 就是五十年代以前 写古文的 有几个人 当然如果钱中书也算上 算一脉吧 钱中书写一首非常地道的古文 但那个地道的古文里头 毫无内容 毫无内容 那是我认为最糟糕的一种古文 但是很地道 陈英雀写一首极不地道的古文 但那个古文里面 那个陈欲顿挫之气 是直透直背 能瞬间打透一个人的心理 比如他讲这个 王冠唐自杀以后 他讲说 为此文化所化之人 到今天这样的话 对我这代人还有一个深刻的鼓舞 那么这个有一个中间的 就是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是属于古文写的又地道 又能传达内容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这个 真的可以去看我推荐的这一篇书 那鲁迅先生 我说他做国学大师一如反掌 就从魏晋 对魏晋思想和风度的研究 我们就可以看出 他在当时应该是在福建 在下面还是在福建 下面 一个非常不经意的演讲 大概是1927年 反正是20年代 一个非常不经意的演讲 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演讲 就为魏晋思想的研究 确立了一个不可企及的典范 不可企及的典范 这个典范是在汤永彤和王瑶 以及唐长如陈穴之外 另外的一个 另外的一个线索和典范 这篇文章呢 应该是收在华盖及序编里 应该是 如果我没记错 叫魏晋风度级文章 与要及久之关系 这个记下来 大家可以去找来看 叫魏晋风度级文章 与要及久之关系 那么在这篇文章里头 那么陈穴 这个鲁迅先生 他就围绕着 魏晋风度的 构成魏晋风度的两个核心概念 药和解 生动的讲述了 这个魏晋风度的 这个内容 揭示出了魏晋风度的两条最主 最主要的线索 两条最主要的线索 那么这两条最主要的线索 分别告诉我们什么呢 第一 是药的线索 第一我们来看这个药的线索 那么魏晋风度这批人呢 这个魏晋士大夫啊 都有一个特点 扶药 扶什么药呢 扶五十散 五十散呢 又称寒十散 又称寒十散 这五十散啊 通过这个名字 大家就知道 肯定是由五种矿物质 经物理变化而成 不是化学变化 因为伞一定是什么 经过研磨而成 那么五十散呢 是这个不是魏晋时代才发明的 是在汉以前就有 是用来治病的 它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但它有毒 但是呢 这个时代有一个人物啊 这个人叫何燕 这人叫何燕 那么何燕呢 他就发明了一种新的处法 他发明了这个新的伏法之后呢 伏之身轻 而且面色非常好 精力旺盛 所以大家 从此大家就开始伏 何燕是当时什么人物呢 何燕大家应该知道吧 如果预习过一点 中国哲学史的人应该知道 何燕是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也应该知道 何燕是何晋的孙子 何晋的孙子 那个汉末的那个大将军 后来是曹操的养子 曹操的养子 所以在曹魏政治集团里 他有非常特殊的地位 他做到了立部尚书 立部尚书 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组织部部长 那么他有几个特点 一个善于清谈 是当时的玄学领袖 家里门庭弱势 都在那清谈 这个地方清谈很重要 清谈这个概念 我们要在这地方 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在我们整个的线索里 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就是清谈 清谈是魏晋士大夫 风度以及思想的真正载体 真正载体 他们的风度和思想 基本上都在清谈这个行为里体现出 清谈这个行为里体现出 那么清谈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这个 这个以后我们再讲 以后我们再讲 他这个是清谈 所以他家里总是门庭弱势 许多名士都围绕在他身边 所以他有服务五十散的习惯以后 这个五十散迅速就成为全国流行的一个事情 当然只是一部分人服 只是服药的这部分人服 这几乎是废话 因为饮酒的那批人有人是不服药 那么五十散服完了之后有一些特点 第一我们刚才说它是寒食散 寒食散就意味着服完五十散之后 吃的食物应该吃什么 是热的食物还是冷的食物 冷的食物 为什么要吃冷的食物 因为五十散它是由熊硫磺 什么赤死脂 还有什么 大概五种矿物质 性很热很燥 这种食都服进去性很燥 所以要寒食 而且不能一顿吃太多 吃的积住了不行 因为本来就燥 外面燥你里面凉 就积住了 因此要少吃多餐 想吃就吃 吃完之后 服完这个散之后 要喝一点点酒 要喝多 当喝多也没关系 要喝酒 酒要温着喝 酒要温着喝 所以魏晋 诗说心语里有一段特别好玩的故事 我们知道桓玄是桓温的儿子 桓玄有一天在一个地方停船 然后这个时候是王献之 还是好像是王献之 过来去访问这个 这个访问桓玄 桓玄 访问桓玄之后 桓玄就请他喝酒 这个时候呢 王献之刚服完散 所以喝酒呢 必须喝什么酒啊 喝温酒 因此一杯下去之后 就说温来 温来 温完之后 是一边说 他每说一句 桓玄就流泪 因为他犯了谁的会啊 犯了他父亲的这个家会 一说完就流泪 结果这个 这个王献之就说 我喝不喝啊 我说我走了吧 我走了 然后他说 这个桓玄也很洒脱 说犯我家会 干清甚世 你继续喝你的 我哭我的 咱们这个两步方案 这个喝温酒之后啊 喝温酒 其实是为了 促进血液循环 这是很清楚的 促进血液循环之后 才能让药效发出来 而且另一个有效的 让药效发出来的办法 是行散 出去散步 不要散步 这个散步是我们后世 我猜是以讹传讹 散步 就是服完药以后 绕着圈 绕着城 没事走圈 中国古人不像我们那么无聊 还去散步 中国古人没事在庭院里 钻钻就算了 哪有时间去散步 因此呢 这个刑反要走 通过走路使得什么 使得血液 这个血液循环更加好 更加加剧 然后药效就发挥出来了 药效发挥出来以后呢 服完这个药有几个特点 毛细血管扩张 药效发挥毛细血管扩张 会膨胀 皮肤就变得呢 又脆又薄 又嫩 又嫩 是美容家庭 是美容家庭 那么呢 这样一个美容家庭呢 这个吃完了以后啊 吃完了以后就导致了一些行为上的特点 第一 不能穿靴子 因为脚要微微发肿 皮肤微微有点发肿 又皮肤又变薄 所以呢 穿靴子太紧了 走两步 皮肤就破了 所以就只能穿一种叫肌的高跟拖鞋 穿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呢 能不能穿紧身衣服啊 同样不能穿紧身衣服 所以一定要宽的特别宽松 叫鹅观薄秀 鹅观薄秀 我们看现在的后来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画像里面 这个魏晋世人都是穿的 还那么宽松的衣服 其实他们很无奈 不穿因为没办法 而第三个方面呢 这个衣服啊 在穿旧的 因为旧的衣服软 新的衣服 再好的新衣服 它也硬 硬呢 就导致它皮肤容易磨破 而且仅仅是旧衣服 要老洗也不行 洗完之后还是一样 所以最好不洗 所以那个时候 让一个人换一件新衣服 你不知道有多困难 那在《诗说新衣服》里 就有一个例子 例子讲 一个士大夫 他这个拒绝穿新衣 极讨厌穿新衣服 所以那夫人每次给他 送新衣服 他立刻就派人送回去 那有一天 那夫人送来新衣服之后 亲自过来 他说 他正在发火 正在发脾气 那夫人很聪明的说一句 说 衣不经心 如何得救 他一听体聪明 于是就穿上了这个新衣服 你看穿新衣服多困难 由于衣服又旧 穿的时间又久 就容易产生一种现象 就是会生出一些小动物 比如狮子跳蚤之类 所以我们看这个鸡康啊 我们知道在鸡康 这个《与三菊言绝交书》里 讲自己 幸福多早 爬骚步 他是非常 他讲自己 讲这个的时候 他讲的是 是很自然的 那个时候啊 一边抓着狮子 一边谈哲学 那是真正事大事才能做的 这个可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所以大家一看 完了 未经风度就是这样 但是这里面有一股自然的 自然天成的一种心态 有一个 这个 那时候有一个词叫博师 你看人的词用的多好 叫博师 这个多好 你抓狮子 没劲 这词用的太差 博师 然后一个人 这个试错心里 讲一个人 讲一个人 一个小官 官职很小 旁边 结果一个叫周倚的 一个叫周侯 从他旁边过去 这个小官在旁边 在博师呢 博的很 这个很兴奋 然后这个 毁然忘我 然后一个大官 从他旁边进过去 看一不看 你都不理 这大官已经走过去了 这个人很奇怪 我这么大一个官 你那么小的一个官 我从你旁边过去 你居然旁若无人 在那抓狮子 内心中涌起一种欣赏 他不是贬低 是一种欣赏 立刻跑去问他 指他 他这个胸中 指他的胸膛说 你这个胸膛中有什么呀 这个问话 有两层 就是可以听成两种意思 一种意思是说 你胸中 这个胸怀有什么 一种是你在抓什么 但是我们看这个 旁若无人的家伙 继续博尸如故 一边博尸 一边跟这个大官在说 说此宗最是难测处 也不知道是这是难测处 还是这是难测处 我们看这种这样一个 一个自然天成的 这样一个风度 这样一个风度 但是我们注意 人家生了狮子 并不表明人家不漂亮 兵表明不漂亮 他们一方面 生狮子 一方面 我们注意 他们有 他们很多人 又极端的注重自己的仪表 服药这批人都有很多样的特点 你比如何燕 何燕这个人 是极为注重着自己的仪表 当然他立志天成 颜色整立 所以一般人说到 都不像用在男人身上的词 都像用在 那叫什么 现在除了超女以外 还有什么评选 超女以外 还有一个评选超男的 那叫什么 对 也可以用这样的词 只不过他们跟人家 魏晋风度的最大差别 就是没什么文化 他说他颜色整立 他说他这个人白 何燕极白 何燕白到了 让他的兄弟应该是魏文帝 曹丕 让曹丕很嫉妒 曹丕觉得说 你怎么可能这么白 我就够白了 你比我还白 你抹了多少粉 我一定要让你现原形 来喝酒 请到他家来喝酒 喝完酒之后 上酸辣汤 最辣的一种汤 喝完之后 汗就立刻流出来了 上毛巾 看你有多少粉都擦掉了 结果人家一擦完之后 色腹较然 还那么白 这个家伙特别注重仪表 动静粉薄不离手 走到哪 都带着化妆包 动静粉薄不离手 就走到哪 都带着化妆包 行不顾影 比你们还过分 你们动静也许粉薄不离手 但是行不顾影 你们一般还不会做到 走路还要看自己影子 漂亮 这样一个人 但这批人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这批人都是大哲学家 哲学家 这严格意义上 用概念的思考方式思考的人 是大哲学家 基本上不太谈 不太有音乐的修养 音乐修养比较少 也极少写诗 他们这批人 这是他们的思想上的一些特点 不要因为人家有一些行为上的 你们不能理解 人家背后有东西 比方说人家福科 福科是同性恋 福科当然可以同性恋 人家福科同性恋 后面有一整套思想在支撑着 这个是不一样的 人家和艳 人家追求漂亮 人家背后有一整套思想在支撑着 所以这个追求漂亮是可以理解 我们休息一会 好不好 休息五分钟 五分钟 不能多 五分钟